台中市林明路跟旭政南英路在凌晨四点半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一名女骑士在路口左转跟一辆直行的计程车发生了碰撞 蒙烈的撞击之下 女骑士摔车倒地不起 严重内出血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后宣告不治 而当时计程车上除了司机还载有三名乘客 自然受到轻伤 远方一道光机身女骑士才刚穿越路口 这是左边突然窜出一辆计程车 小黄司机似乎反应不及 两车就这么撞个正着 商务队派出两辆救护车到场发现女骑士倒过在马路上失去意识 竟不确认人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赶快替她实施CPR抢救 救人员抢时间 一边压凶 一边小心翼翼将女骑士给台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另一边女骑士的机车倒在路上 车格零件四散 造势的机车闪避不及 左边车身驾驶座 车门被撞到凹陷变形 车窗破裂 安全气囊也爆开 当时车上载有三名乘客 索性四个人都只有受到轻伤 车祸就发生在15号凌晨四点半台中市黎明路与市镇南一路 因为当时两边路口都是闪灯号制 研判小鹏司机卫一灯号里让 女骑士严重内出血送鸡抢救后宣告不治 小鹏司机难逃行则 过失 致死罪移送 借下小鹏张 王胜炫 台湾不到